字幕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大家準備好沒有? 有沒有人準備好? 那我開始了,好嗎? 好,多謝各位傳媒朋友 今天來到立法會二樓 我也知道休會期間 要大家來到這裡是不容易的 我想我主要跟大家交代 今天我收到的消息就是和田健一郎先生 他是被拒絕入境的 之後我跟他有過一些聯絡 雖然都是網上的聯絡 但也大致了解到 他在整個進來香港後受到什麼待遇 他本來是昨晚應該來到香港 但他去到香港後一直沒有辦法出境 之後就由大約十個入境處職員 帶了他去問話 而去到最後問話過了大約 去到一點多兩點左右 他就收到通知 說他是沒有辦法入境來香港 繼而是需要坐飛機回到日本 而他也在今早早大約六點的時候 透過網絡跟我說他回到日本 但在整個扣留的過程裡 我發覺其實是有一些 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根據和田先生跟我說的一些說話 他就說在扣留期間 有十個左右的入境處職員 帶了他去一間房 然後就問他兩條問題 分別就是問他以前在香港去過什麼地方 第二條問題就是 今次為什麼你那個酒店的電話號碼 是打不通 是不是你寫錯 那麼我有嘗試問過 黃先生究竟他回答過什麼內容 那麼他沒有特別給我提及 他有說什麼內容 但是那個會面過程 聽他所說就不太長 就很快過了一陣子 就有入境處的職員 是給了那個拒絕入境通知書 那麼也都是要求他回到日本 那麼我覺得在整件事上面 是有好幾個問題大家要注意的 第一就是在整個過程裡面 然後在整個過程裡面就直接給了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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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一個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在過程裡面 因為根據入境條例 那麼 當然 入境署是有權拒絕 他認為不當留在香港的人士是入境的 但是他在其中我們看到 第十一條和第四條的內容裡面提及 他其實在審訊期間究竟這兩條問題 怎樣才能令入境署的職員信納 他留在香港是不當的呢? 到現在還是未了解清楚的 我覺得現在現有最需要的就是 香港政府或者入境署 是應該公開向公眾以及國際社會交代 是基於什麼理據而拒絕和田健一樂先生 是留在香港入境的 這個你覺得相當重要 而我相信很多媒體朋友也猜測 是不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如果是政治的原因 我就認為相當可惜 因為在我們過往有看到很多的經驗 是因為一些很荒謬的政治理由 是不讓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士入境 包括了台灣一些 可能是和民進黨有聯繫的人士 也都包括大家最近聽過的 Benedict Rogers 那這些其實都是損害 我認為是損害一國兩制 乃至到香港作為國際城市 應該要有的一個風範 也都是令到我們香港 無論是和國際社會不同的人士 交流的一些基本的機會 都是因為這些做法而來喪失 我希望各位傳媒朋友了解 在今年大約十月或者十一月左右 就是聯合國是需要 香港政府是需要提交 他那個定期的一份報告 是去這個人權理事會 那在裡面其實過往 聯合國都已經對於香港 有很多的關於人權 乃至到很多的問題 是作出一些指責的 那這次他其實既然是來到去做了一些 拒絕入境的做法 我相信很難來到去向國際社會交代 這個是第一 第二就是說現在其實也正值 是中美貿易戰 那中美貿易戰為什麼會有關係呢 就是當我們一直在想 美國政府是怎麼看香港 香港究竟和中國本身的獨特性 是有哪裏 而這個也都建基於美國的香港政策法 是怎麼看中英聯合聲明 那中英聯合聲明如果是行之有效 就是一國兩制要行之有效 但是當我們今次是不斷地出現這些 外國的一些政治人物 是沒有辦法入境的時候 也都是損害中 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哪裏至一國兩制是否在國際上 是認可行之有效的 那我很希望香港政府 是有一個清楚的交代 也都不希望一些損害一國兩制的事情 一而再 再而三地來發生的 那不如我把時間 留給全朋友提問吧 這次我了解他會留在香港兩天 那主要都是自己旅遊 那他就沒有特別提及 這兩天會去哪裏 那也都沒有辦法 就是唯有他要回到日本 那裏要回到香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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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要回到香港有關於 香港的思想 是否問題 那裏要回到香港的思想 也會有很多問題 我相信 some of the allegations to his political views including I heard about some maybe some of the pro-Beijing newspapers said that maybe he supports Taiwan independence,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if so, I think such kind of statement would not be correct as after some of the pro-Beijing newspapers said that he supports Taiwan independence he has repeated more than once from his Facebook or internet that he is not any member of the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organizations that the Pro-Beijing newspaper said and he also said that h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so I think if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has prohibited his immigration just because of his political views I doubt whether such kind of judgment is correct So what is his next step? Is he planning to visit Hong Kong again? I think he i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he knows that he is unable to come to Hong Kong but as I know he would like to seek for Japanese government for support and now he is now seeking for any kind of assistance from Japanese government What kind of assistance? Maybe they may ask the help from Japanese government to try to urg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have the explanation why he is prohibited to immigrate to Hong Kong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question Hello, can I ask 是沒有所屬的 即是沒有政黨夾 很多時候日本的市議會 並沒有一些很強的政治色彩 很多時候他們都是 大家很專注於做一些市政上的事務 市的管理 很難和一些整個國家的政策 有很強的關係 或者有很濃厚的政治背景 他上次來就應該大約在三月左右 而之前我理解他都很頻繁地進出台灣 香港 而一直都沒有受到這次的對待 他是第一次被受到這樣的對待 你覺得 剛才我講過 他這次來不了 跟那些報章的指控有沒有關係 也跟接下來可能下個禮拜 陳浩天在FCC的演講近來 大家很關注他 日本會有些關係 我也是擔心有一個 慢慢收窄了香港的公民社會 和國際之間交流的憂慮 因為大家看到 社團條例 其中有一條條文 就是來到他講 香港的註冊團體 是不可以 如果你是有政治的成份 是不可以跟台灣 或者是其他國際社會的組織 是有這個聯繫的 但是這一方面 其實他是沒有很清晰的 如果你說 連交流都不可以 我相信 就算連很多 民建聯 工聯會的團體 他們都是犯法的 在做這些事情 你看到陳婉嫻 去蔡英文的造勢大會 你也見過 但是我覺得問題 就是 一般國際社會之間 不同團體 乃至個人的正常交流 是應該要被容許的 而這種交流 不代表 你和不同的團體交流 就等於認同對方的主張 而這種交流 也是作為一個先進的城市 國際社會 應該要容許他有的空間 可惜在我們最近見到 親北京的報章 以及最近對民族黨等等的行為 都好像見到 香港想要自絕於國際社會 連外國的記者協會 去搞一個論壇 去邀請不同的嘉賓 都要用一切的輿論壓力 來打壓 那我就會很憂 究竟香港本身言論自由 乃至到和其他國際社會交流的自由 其實就 究竟剩下多少人在呢 很明顯有對比 為什麼他之前 可以跟很多不同人來交流 為什麼這次 連入境都不給 其實他不單止跟我交流 亦都跟很多不同的 香港的一些不同的人士來交流 那我相信這些其實一直都 他不只是一個案例 亦都有不同世界上不同的人 甚至立法會 是不是 都是有很多的議員來訪 去大家交流當中的意見 那為什麼連這個空間都不給呢 我覺得香港政府是應該要向公眾交代 那其實呢 你剛才說過 他剛才這次被他入境堂 就是可能之前那些 就是 警察局現實的文章 車公司有關 就是 當時 有沒有跟你說到 他 就是 猜想是什麼原因 他有提及到 他的猜想 究竟是不是跟 他點名文匯報 究竟是不是跟文匯報的 一些對他的指控有關 而他都多次說 那些指控是不實的 不正確的 他亦都在今天 在他那個Facebook 那裡公開講出他的看法 亦都是有這句裡面的 所以 這樣會影響香港的 印象 我認為 是 香港的 城市 香港 應該會有 一個 人 為 人 有 不同的社會 和 不同的 社會 包括 人 像 他 成為 建議 建議 香港 香港 政府 正在 香港 政府 政府 是这样的一种拥有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 要不让选择的选择 不同的人 从香港和一些的 政治人员 从世界中的社会 你认为这也正将是 原本的香港人的自由 必须的自由 当然 实际上,这应该是 保护自由自由 特别是 As you know, recently,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s very bad. Like the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When the foreign press organization tried to invite him to have a conference, to speak in their place, They are now being pressured by some of the pro-Baijin voices. OK 其實這兩天 他是不是單純去旅遊 還是他會見一些相識的人 他沒有向我提及會見什麼人 但是他有跟我說 他之前是去台灣的 之後他就會來香港兩天 主要都是旅遊 是的 好,謝謝大家 好